周立波对王志安喊冤如果重来一次会怎样? 如果周立波事件重来一次,这次王志安采访的第一个人不是周立波又会发生什么呢? 在王志安采访周立波之前,周立波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把唐爽和莫虎郡进来了,因此王志安可以选择的采访人就是这两人 那个时候真相还不明朗 唐爽这边受到的舆论压力要比莫虎大的多,而且采访唐爽也更具话题,因此有极大可能王志安会优先选择采访唐爽 唐爽在这种情况下爆出的内容更多的应该是对周立波在网络上提出质疑的回复 因为性格所致,唐爽一就会用证据来说话 在唐爽之后,下一个被采访的应该就是周立波,其实上面咱们做了这么多猜测 也会有波波粉说,你现在说加入有什么意思? 事实上真的没什么意思,就算再来一次,不让周立波第一个接受采访,他也会拼命做第二个 然后他还会说自己受了什么什么委屈 如果再重新来一次,他说不定会争第三次采访的资格 能有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那句话,性格所致 烟军在说周立波的时候有句话说的没错,周立波永远都是那种咄咄逼人的态度 也就是这样让他总想着真个主动最后搞得一身黑 明镜与点点栏目